還有問題 或者只剩下幾分鐘 就是最新的問題 有網友請教博士你 祝福文裡面提到的 正觀智慧和眾觀衛力是什麼 和什麼是不受後有 正觀衛力 正觀智慧 正觀智慧 正觀衛力和不受後有 正觀智慧很簡單 你真的看到我們人生的心路病死苦 但很少人不去正面看 避免的 心路病死苦 你知道那個世間無常 是正觀的 不找藉口去逃避的 我本來就如此的 接受的 所以變成你有什麼變化 你不會生氣的 正常的嘛 是不是 你買股票當然會輸的 打麻將就會輸的了 那你走出街間會被車撞倒的了 你真的看煙花坐船 當然會死人的了 我們覺得正常的 這個是正觀 完全不受影響的 不受後有比較深厚了 不受後有呢 是尼瓦娜世界 在我們的佛學 叫裂盤 就是不再來的 不再來這個世界 但不是聖佛的 他是煩惱止息了 他是怎樣形容呢 就是我們現在很貪恨我們世間很多東西 才來這個世界 譬如你讀書的時候 我貪買一輛車 或者貪買一輛單車 很開心的了 買到我走過街 我看到一個勞力士 我看到一樣東西 我整天想賣的 你買不到 或者很嚮往我旅行去日本 或者哪裡都要旅行 到你一朝一日 你一買到我的手 你就感覺那種力是燒了的 到你用得很久的時間 換得兩換呢 你感覺這個物質對你的引力 是完全沒有了的 這個就是不受後有的境界 就是說他催你不將 我們簡單的說 你這個世界都催我不將 我不來都可以了 就是我不會再來 重複這個生命的重複 就是我斷了你那個宇宙的重複 那個輪迴呢 就是獨於宇宙的重複 不是說有一個靈 我們在那個佛達的Dhamma 不是說你有一個靈魂去輪迴的 這個大家都搞錯了 這個是我們斷了這個宇宙 那種引力 我停止了 不讓你的重複 答應我 這個就是不受後有的 因為那個生命是苦的 我們現在那個世界就好像很長 但是你看過 看這些生命呢 它是早上出生 晚上就死 很短 但是在那個時空看 我們就像夢境的生命 很快 這個是比較深的學問